每日福音 大家好 欢迎聆听 每日福音 我是韦韦 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五 我们纪念的有 圣洁如真女 以及圣父利达 福音经文在 《路加福音》第17章第26节 那时候 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人子的日子 就像诺儿时代的日子一样 他们照常吃喝婚假 直到诺儿进方舟的那天 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部湮灭 又像罗特时代的日子一样 他们照常吃喝买卖 耕种建筑 直到罗特 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 火和硫磺 从天降下 把他们全部消灭 人子显现的那天 也是如此 到了那天 在屋顶上的人 不要下来拿屋里自己存放的器具 同样 在田里的人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记得罗特妻子的教训 因为谁设法保全自己的生命 必会丧失生命 但谁丧失生命 必会保全生命 我告诉你们 在那天晚上 同在一张床上的两个人 一个被提去 另一个被留下 两个一起推磨的女人 一个被提去 另一个被留下 门徒们回应耶稣说 主啊 这会在哪里发生呢 耶稣对他们说 哪里有死尸 哪里就有秃鹰聚集 天主的审判 必定是突然而至的 倘若人们措手不及 那将会是一场灾难 就以诺儿时代 人们和罗特妻子为例 值得你我汲取教训 他们不在乎天主的讯息 而随心所欲 以为生命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 他们追求成功和幸福 但却放错了定位 没有意识到 天主才是幸福的 最终源头 反观那些听天主的话 而生活在恩宠内 并活出爱主 爱人诫命的人 在审判之日 他们将会感到平安 的确 每个人都会死亡 但基督徒该如何 度在世的生活呢 今天耶稣就邀请你我 要认真反省自己的生活 并为永生做好准备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本来每次的目的 阻力全员